大家好,今天用電飯煲煮有味飯 是芋頭椰漿飯,非常之簡單 放了全部食材入飯煲裡面,一煲完成 如果喜歡我這個芋頭椰漿飯的 不要忘記分享、訂閱和點讚,希望支持 現在來講一下米,煮這個芋頭椰漿飯 米要先浸一浸,大約浸半小時至1小時 這裡有些芋頭,把它切粒,中中挺挺的 不要切得太碎,不要太大粒 這裡有半杯雜菜豆,我已經用熱水沖過了 芋頭椰漿飯當然有些椰漿 有時買到的椰漿會很稠,太稠就要混合一些水 不然就很難把米煮得開,我這裡是八成椰漿,兩成水 我這裡米和椰漿水的份量是1比1 如果你的米是瘦水的,你可以加一些清水,自己調教一下 把所有食材都放進飯煲裡 還有少許黃薑粉,記得加進去 然後把所有食材攪拌均勻 蓋上蓋子就可以開始煮了 這裡就要留意了,煮到飯滾起了 你就要揭開它,再把它攪拌一下 讓食材和米均勻煮熟 現在再蓋上蓋子,繼續煮 煮好之後不要開蓋子,把它焗30分鐘 現在已經煮好了,將飯打鬆 看看是不是很容易煮呢 現在就可以加適量的鹽和胡椒粉調一調味 鹽一定要加,不是飯沒有味不好吃 這個芋頭椰漿飯,如果你不喜歡吃芋頭的 可以用番薯的 那你又不喜歡吃番薯,用南瓜也可以 講到這裡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這個食譜的 記得訂閱、分享和點讚 多謝收看